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去年9月疑似乘坐游艇潜逃出境 超过一年都还没归案 监察院认为海巡署人员没有善进检查船舱提出纠正 对此海委会主委管碧林表示 海巡人员已经尽力也坦诚现行监控禁止出海对象的方式 仍有进步空间会再和司法院和警政署协商 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涉嫌掏空内线交易及炒股 去年9月7号到派出所报道之后就不见踪影 至今尚未归案 而朱国荣疑似就是藏匿在游艇船舱内潜逃出境 监察院认定朱国荣能够成功躲过茶器 恐怕就是海巡人员为详细检查船上 因朱国荣潜逃当天刚好是海魁台风来袭期间 他躲在船舱内逃亡出境 海巡人员曾登上游艇检查27分钟 却没有细查除藏室空间 执法上有重大疏失 监察院依法提出纠正 不过海巡署也有话要说 因为根据海岸巡方法第四条规定 海巡人员不得再无正当理由 即全面进行高密度茶舱检查 朱国荣搭乘的task地游艇 没有触法也没有违法走私 以及非法出入境记录 评鉴为假类对象 仅能以荣幸方式实施检查 当时查无不法才予以放行 海巡的同仁他查了27分钟 算是认真 但是没有查到仍然让大家失望 朝向说限缩在 高潜逃风险的有限对象上 我们来加强 关闭令也坦诚 目前还巡署监控的禁止出海对象 多达5290人 要全面监控并不容易 未来会和司法院警政署再协商 如何及时通报启动防逃机制 记得超会彭宜德台报道